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恐怖电影 遭诅咒的村庄,有名魔童村 在美国的一处偏远小镇 人们正在兴高采烈的准备嘉年华派对 气氛其乐融融 然而,当时针指向十点时刻 仿佛整个小镇发出魔力一般 所有生物都倒在了地上 大街上到处都是昏迷的人群 甚至动物也陷入了这种状况 这一离奇景象被一个民间飞行员发现 并通报了警方 得知情况后,国家自然科学部门得惊动 派来的流行病博士苏珊紧急封锁了现场 并划定了警戒线 刚开始,他怀疑是生化袭击 于是让一个警察带着防毒面具进入警戒线以内 等到警察进去后 仿佛只要达到一定范围 就会陷入昏迷之中 就在众人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时 那些昏倒在地上的动物开始苏醒 接着,人们也纷纷挣扎着爬了起来 事后,医生杰克为这些昏迷的人做了全身检查 但没有伤口,也没有后遗症 他们就像机体睡着一般 时间一天天过去 就在这件事快要被遗忘时 怪事又发生了 镇上的部分女性同时出现恶心呕吐 大姨妈停止的症状 他们来到杰克的诊所检查 却得知自己怀孕了 而奇怪的是,检测结果显示 他们都是在昏迷那天怀孕的 这件事在镇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在这些女人当中 有的还没有结婚 有的丈夫在外面出差了一年 试问哪个男人能够忍受这种事 自己辛辛苦苦在外面打拼 老婆就在家意外怀孕 而且孩子还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 这其中就包括杰克的妻子 这让他有一种哑巴吃黄脸的感觉 不仅如此,怀孕的家庭齐聚一堂 渴望政府给一个说法 这件事引起了多个部门的关注 高层认为很有研究价值 于是苏珊告诉怀孕的家庭 如果愿意生下孩子 那出生前的费用全免 另外还有每个月3000美元的补助 如果不想要孩子 有权中止妊娠 政府会提供全部费用 最终在金钱的利益下 所有家庭都选择生下孩子 十月怀胎 政府改造了小镇的农场 提前建立起一座小型医院 一个夜晚 怀孕的女性突然同时分娩 医护人员帮助他们顺利产下了婴儿 然而苏珊 谎称其中一个孩子是死胎 偷偷带出了医院 然后藏到了某个地方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孩子们也在逐渐长大 但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爱丽的孩子还不能走路 却已经能拼写自己的名字了 而杰克家生下的是一个女儿 因为不喜欢妈妈做的菜 她眼中发出一阵蓝光 妈妈就像被控制住意识一般 将自己的手伸进了滚烫的锅中 幸运的是 爱丽前来串门 即使阻止了这一幕 事后 杰克询问妻子发生了什么事 可当她看到女儿脸上的 坏坏的表情时 她选择了沉默 更可怕的是 女儿仿佛能动穿人的思维 还具备远程遥控的能力 在她的遥控下 妈妈来到了悬崖边 然后跳了下去 当杰克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时 一切都为时已晚 苏珊怀疑 这些孩子身上 具备一种超越人类认知的力量 应该继续深入研究 几年以后 九个婴儿长成了孩童 他们有着统一的雪白头发 也都具备洞穿人类大脑的超能力 不仅知道苏珊在想什么 还能控制人的意识 比如 女医生为杰克女儿做实力检查时 不小心滴凑了眼药水 弄痛了她的眼睛 对方瞳孔瞬间变成了红色 然后控制女医生的意识 将那种眼药水滴进了眼睛中 为此 艾莉找到了杰克 恳求她来给这些孩子们上课 教会他们什么是人性 杰克只是一名医生 认为自己不能胜任 便晚年拒绝 夜晚 艾莉告诉孩子大卫 长大后 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学会去感受别人的痛苦 千万别做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事啊 大卫似乎跟其他孩子不一样 懂事的点了点头 小镇因为出现各种伤亡事件 让人们对这群孩子 望而生畏 但一个酒鬼 清洁工不信邪 指责他们不是好东西 迟早会被消灭 孩子们一个个站了起来 瞳孔发出一阵蓝光 控制清洁工爬到了房顶 接着蓝光变成红光 清洁工仿佛被上了发条一般 跳下去自杀了 杰克跑去质问苏珊是怎么回事 据意外得知 当年的昏迷事件不止义气 在澳大利亚也有30个这样的婴儿 而在土耳其的一个村庄 20名女性同时怀孕 也生下了这样的孩子 接着苏珊将她带到了一间实验室 这间罐子里装着一个外星人 这就是当年她抱走的那个孩子 也就是说 自己的女儿也是一个外星人 杰克跑去质问女儿 因此得知了全部真相 原来他们真的是外星人 还准备杀死全部人类 然后霸占地球 将这里变成外星人的家园 杰克得知真相后 脑海里思考着对付他们的办法 但女儿能够动穿人的大脑 因此知道她在想什么 这时杰克突然想到了大海 这导致女儿无法读取她的大脑 杰克似乎想到了什么 便转身离开去准备了 突然苏珊仓皇的跑来告诉她 其他村子的外星人 已经开始了进攻计划 并杀死了当地所有村民 她死翻前来 是劝杰克赶紧离开 不然将性命难保 与此同时 当小镇居民得知 这群孩子是祸害的根源后 准备拘杀他们 谁知 男人的想法被暴露 意识被控制后 当场领了和饭 不仅如此 外星人还控制了苏珊 并发现了装在罐子中的同伴 他们怒不可喝 直接控制苏珊 副复自杀了 到了夜晚 人们为了保卫地球 拿着武器浩浩荡荡 朝着仓库杀去 可谁知 外星人控制住了 领头人的意识 让他放火自杀了 人们见到这一幕 吓得一哄而散 并报警向警方求助 但他们低估了 外星人的能力 一个个被控制住了意识 然后开启了 自相残杀模式 等到杰克来到现场时 周围一片狼藉 地上全是士兵 和警察的尸体 他设定好定时炸弹 启动时间 接着找好了那群孩子 念在大卫还有情感 杰克声称 将一件事情忘在了车上 让他帮自己去拿一下 为了 这引起了女儿的警觉 他试图读取杰克的大脑 杰克这次联想到了砖墙 成功建立起一道防火墙 导致对方无法读取 女儿便联合其他外星人 加大了入侵力度 这时 艾力及时赶到 趁着他们不注意 带走了大卫 此时 杰克还在鼓鼓支撑 竭尽全力抵御着入侵 谁知 外星人再次加大力度 甚至还因他用功 露出了本来面目 最终 虽然外星人攻破了防火墙 但杰克设置的时间已经到了 随着一阵火光冲天而起 外星人和杰克 全部葬身户害 影片的最后 艾力驱车离开了小镇 他要带着大卫 去一个没人找得到的地方 然后 重新开始生活 好了 本期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